赖清德 游锡坤28号再次炒作所谓旧金山合约 散布所谓两国论 还妄称所谓大陆侵略台湾 针对此事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今天应询表示 民进党当局抓着一张非法无效的历史废纸反复炒作 散布所谓两国论 企图混淆视听 误导舆论 从根本上暴露起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顽固进行谋读挑衅的政治本性 马晓光表示 历史不容篡改 是非不能歪曲 必须予以匡正 众所周知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 民进党当局拼命抓住不放的所谓旧金山合约 不过是冷战时期极少数西方国家炮制的产物 肆意践踏国际法 干涉他国内政 完全是非法无效的 马晓光指出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 与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区别 采取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部失误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针对台独势力挑衅逼迫而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 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挫败分裂国家图谋的正义之举 何来侵略之说 马晓光强调 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绝不允许台湾被从中国分裂出去 正告民进党当局 如果继续错判形势 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沉迷于以外谋独 以武谋独的迷梦 在台独的道路上铤而走险 触碰红线 我们必将采取断然措施 予以坚决粉碎